吃什么防止脱发?饮食不当引起。 吃什么防止脱发?女性们吃什么防脱发? 1、补充铁质。 经常脱发的人体内常缺铁。 铁质丰富的食物有黄豆、黑豆、蛋类、带鱼、虾、熟花生、菠菜、鲤鱼、香蕉、胡萝卜、马铃薯等。 2、补充植物蛋白。 头发干枯、发烧裂开,可以多吃大豆、黑芝麻、玉米等食品。 3、多吃含碱性物质的新鲜蔬菜和水果。 脱发及头发变黄的因素之一是由于血液中有酸性毒素,原因是体力和精神过度疲劳,长期过失醇糖类和脂肪类食物,食体内代谢过程中产生酸毒素。 3、肝类、肉类、洋葱等食品中的酸性物质容易引起血中酸毒素过多,所以要少吃。 4、补充电质。 头发的光泽与甲状腺的作用有关,不便能增强甲状腺的分泌功能,有利于头发健美。 5、可多吃海带、紫菜、牡蠣等食品。 5、补充维生素1。 维生素1可抵抗毛发衰老,促进细胞分裂,使毛发生长。 更多吃鱼蜡 superheroes,捲心菜,黑芝麻等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